這個工作是我坐在教室裡上原理課時所想到的 當時正在上原理第12章自動器 自動器中的快裝自動器讓我突發奇想 剛好我是查窗戶的同學 力學中第三章摩擦力 摩擦力等於F等於μn 我們無法改變窗戶的摩擦係數 所以我們只好增加濕力來增加摩擦力 達到我們需要的力量來清理窗戶上的污垢 我們將原本的長柄刷改換成用馬達帶動滾輪做圓周運動 圓周運動會產生切線運動 這樣可以使我們省力 並且運用到槓桿第三種槓桿來減少我們的實力 好好讓我們用最符合人體工學的方式 最省力的方式好好達到最高的效益 這就是我們作品最一開始的構想 我們利用滾桶皮帶輪以簡單的接線 完成這次的轉題 將日常生活中簡單的物品結合在一起 做出讓生活更方便的作品 利用原理的概念 完成這次的轉題 原理第七章 帶輪 使用確動皮帶 解決轉速比不正確的問題 第九章 煉輪 馬達連接小齒輪 滾筒連接大齒輪 再以此數與轉速成反比的觀念 進行減速運動 我們原本構想使用帶輪連傳動機件 未來希望將帶輪轉換為輪系 原本外露的帶輪 成為內部隱藏式的輪系 達到小而美的境界 這項產品主要是為了方便而發明的 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於清理窗戶 在與傳統式的相比 傳統式的產品刷在清潔時容易擦拭不乾淨 但這項產品的出現 會解決傳統式產品刷的許多缺點 這項產品配合了機械的許多概念 還有電學的許多概念所組成 它的成本低 製造簡單 所以在市面上會有很大的經濟利益 接下來由我們同學來親自示範 我們先把他頭已經擦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變壓調節器 我們先打開它的開關 然後轉到正確的轉速 然後馬達就會帶動輪頭開始轉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用鋼杆的原理 找出最適合人機工學的概念 就是支點 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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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達到清理的效果 這樣子的話就會很浪費力氣還有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改換成 用馬達滾銅的方式 就可以做到最大的效益了